甘橘汤 甘草一两节梗八前天东四前脉东四前地谷三前桑皮三前黄秦二前杏仁二十粒白蜜五前 用药易解 按甘橘汤一方,乃苦甘化因之方也 此方重景用以至少因之焰痛症,因少因之火上浮于焰,少因之落邪焰故也 得甘橘汁和化,而少因的痒,故与 金用以至太阴,取结梗之苦以开提废气,而服热力消 取甘草之甘,大甘足以化热,苦与干涸,又能化因,化因足以润肺 又加以二冬,二皮,黄芹,杏仁,白蜜,一派甘寒,苦酱之品以注之 而肺造立脂,水泻自不作矣 问曰,病人肛咳,周身皮肤痒者,何故? 答曰,此原因须不能润肺,肺造而不能行金液于皮肤也 肤病人肛咳,乃血须肺造之咽 肺主皮毛,肺气轻,则结令形而不乖,脏腑贤赖,肺气造,则结令失,而金液不形,百病丛生 金液不形于内,则肺尾,脏结,肠造,尾臂,金鸾,骨征等症集起 金液不形于外,则皮毛,肌肤,着甲,枯膏,造痒之症立作 此条盐血须肺造,有如是等症,法宜清造,养营为主 方用补血汤,和甘草干姜汤,加五味,白蜜制之,解剑上 叶思道者,须知人参气血运用机关,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 根及此灵也,培养及此也,发用及此也 肺主气 极发用之外圈,心竹血,极发用之内圈 外圈本前体所化,内圈本昆体所生,天包乎地,地成乎天,混然一物 地气上腾,指侃中一阳,由下而中而上,一乎即起,天气下降,指离中真阴,由上而中而下,一息即入 顾约呼,吸者,阴,阳之驼月也 呼则气行而血随,吸则血行而气腹 呼吸虽盼呼阴阳,其时生则二气同生,降则二气同降,升降循环不已,顾及上,下以盼阴,阳也 先生恐人不明,故画卦以名音,阳,乾坤则称为先天,六子乃为后天,金人专在后天论阴阳生客故事,而不在先天论阴阳圣衰,是知其末,而未知其本也 狗有智的阴阳生降之道者,术可与共学是道矣 问曰,金缩不深者,何故? 答曰,死血须不能养金,金造故也 肤金之道也有油生,虽云水能生木,其时水,火之功用在心,肺,肺主气,心主血,肺气行于五脏,血液行于五脏,肺气行于六腑,血液行于六腑 肺气造极,则运用衰,金也不润于金,则金造作 金造肾,故缩而不深也 法宜清造养血为主,方用勺药干草汤煮汁,或加二冬,白蜜一可 勺药干草汤 勺药二两干草二两制 用药易解 按勺药干草汤一方,乃苦干化阴之方也 敷勺药苦瓶入肝,肝者阴也 肝草未肝入皮,皮者涂也 苦与干涸,足以掉舟身之血,舟身之血既掉,则舟身之筋骨得痒,金得血痒而造气瓶,造气瓶则金疏而自身矣 然易不必拘定此方,凡属苦干,酸干之品,皆可以化阴 活法缘通之妙,即在此处也,学者须知 问曰,年老之人多健忘,言语重复者,何故 答曰,此缘因须疾,而神无主也 夫心生血,神葬于血之中,神者活也,气也,即侃中易阳,而欲于血之中,气与血相依,故别其名曰心藏神,即此可知鬼神之用也 书曰,鬼神者,二气之良能也良能二字,即真因,真阳之本性也,神秉阳之灵,天体也,卫尊,故曰神,鬼秉阴之灵,地体也,卫悲,故曰鬼 人之为善,则性从阳,光明气象,人之为恶,则性从阴,黑暗气象 人死而为神,为鬼,即在平日修池上盼也 将死之计,善弃重者,原神从天门而出,定为神道,恶弃重者,原神从地户而入,定为鬼道 若老人气血已衰,精神自然不足,不足故神昏也 然又非热圣神昏之谓也,法以养血为主,气,血霜补亦可 方用补血汤,独参汤,或参枣汤一可,补血,独参二汤,解剑上 参枣汤 扬参一两枣仁一两干草五前猪心一个 以上三味为细末,同猪心顿服,或同猪心导味完俱可 用药易解 按参枣汤一方,乃苦干化阴,酸干脸阴之方也 因缘阴虚极,不能养神,神无所主,故时明时魅,由若残灯将灭,而火光不明,苟能更天其高,火光自然复明也 今以阳身之干苦,早仁之酸脸,以伏其缘因 缘因脸而真气极脸,故曰藏神 又得诸心同气相求,数己心神明而不寐 复取甘草从中和化,而真血有源源不结之妙也 此方不独至老年健忘,凡属思虑损伤阴血者,皆可服也 问曰,大肠脱出数寸,肛门如火,气粗而喘,欲引棱者,何故 答曰,此原因不足于肺,肺火妄而大肠之火亦妄也 夫脱刚一正,原有阳虚阴虚之别 阳虚之脱刚者,由元气衰及,不能曰树也 其人必困倦无神,可必引热,阴向全剑,法夷温中 阴虚之脱刚者,由于下骄火望,逼出野 其人精神不衰,可洗阴冷,热向全剑 然此二正,多起大谢大力之后,智者勿要认定阴,阳实惧,自然获效 此正即阴虚火妄也,火上逼废,故喘,火下逼长,故刚出 法仪滋阴火,方用大黄黄连谢心汤,或隔根黄连黄秦汤一可,解剑上 大黄黄连谢心汤 大黄一两黄连五钱 用药易解 按大黄黄连谢心汤一方,乃谢火之方也 重景以此方至心下疲满,按之如者 是因无形之热邪,浮于心下,而以此方谢之也 今戒已至此正,肆意未切,不知大黄,黄连苦寒,能谢三交邪热 此病既因热上公肺,而喘正声,热下公肠,而脱刚坐,被大黄,黄连之苦寒谢火 火邪一去,上下自安,亦卧要知法也 问曰,小便便时痛肾,口渴吟冷,麒麟正乎 非麟正乎 答曰,此膀光之原因不足,为邪火所酌,乃太阳辅正之甚者也 因邪犯太阳,从太阳之飙扬而化为热邪,浮于膀光,故口渴,饮冷而变痛,法一化气形水,方用五灵散主之 其时近似林正,林正义皆旁光之正也 前显有血林,气林,沙林,石林,老林五林之别,总而言之,不出阴,阳两字 有阳衰不能化停滞之经而作者,时有七八 推其原,多起于梦中一经,呼绝而提其气已流之,不能复位,发泄不畅,当心气下降而变逆,拜经欲出而不能出,故小便痛肾,此受病之根也 此病法一大驻原阳,古之化之,比气化形而精气畅 世人一见便痛为火,不敢倾头贵,父,始为时透此中消息也 亦有京庭日久,祖至契机,育而为热,灼尽榜丹阴血,拜经为邪火所熬,故有沙,时之名,总缘火由京庭起见 阳虚之人,得此者多,方宜白通汤,三才,前阳周方 阴虚之人,火望太甚,宜姿圣丸,六味丸,五灵散之类,解见上 或父子谢心汤亦可 五灵散 白竹一两福灵八钱珠灵五钱泽谢五钱贵之六钱 父子谢心汤 父子一枚黄琴五钱黄莲五钱大黄一两 用药一解 暗五灵散一方,乃化气形水之方也 因寒伤太阳之府,气化不宣,水道不利而生邪热 热伤今夜,不能上升,故渴,气化不行,尿欲出而不急出,故痛 今得二零,数,则,专行起水以赔中,最妙在贵之一味,化膀光气机,气机化形,自然欲热解而含邪易解 此方重在化气,不重在去热一面,可知气化形,即是去热也,是多不识 按父子谢心汤易方,乃含,热并用之方也 重景以此方至心下脾,而复恶含,汗出者,是少阴无形之热,浮于心下而作脾,复见太阳之含,又见汗出,有亡阳之律,故用秦,莲,大黄以谢少阴无形之浮热,又用父子以故耕地而追元阳,含热互用 真历方之妙也 今借以至亭经而生热为邻者,用父子以故先天之阳,左秦,莲,大黄以谢服热,是不顾之顾,不历之历也 方书多用历水清热之品,是至热结义法,而移化经义法 于义方中在家安贵二、三前,以助父子之历,而又能化气,气化精通 热解邪出,何并临之患灾?如三财风随丹家安贵,资慎完备安贵,皆可着用,切勿专以分立为主也 问曰,五更后长梦遗经,或一月三,五次,慎则七,八次者,何故? 达曰,此原阳虚而神部为主也,夫遗经遗症,与遗尿有些微之别 尿窍一开,精窍不易起,然二窍之开河,总属心气下降,轻重,浅身不同耳 然而梦遗之症,诸书所论纷纷,未有时据,以于戏魁其理,人身以神为主,神居二气之中, 咒则济于心,也则济于甚,以经之正,虚害以前者,并在于甚,此时以后者,并在于心,此人神从阴,从阳之道也 人身上下官窍,总在意神自统之,神即火也,气也,坎中之真阳也,真阳配真阴,神使有主,真阴配真阳,神使有依 梦遗之病,误审就在上半夜,或下半夜,以定神之所在 并于上半夜者,主因圣阳衰,阳须不能捅射精窍,而又兼邪念之心或动之,故作,法夷扶阳为主,如前阳丹,白通汤,贵之龙骨牡蠣汤之类事也 并在下半夜者,主阳圣阳衰,阴须不能配阳,阳气既旺,而又有邪念之心或住之,神魂无主,而不能镇静,故作,法夷扶阴以一阳,如风水丹背黄薄,参藻汤家黄莲,补血汤,将军淡,阳身淡之类事也 其中受病之根,由于速多淫念,或目之所见而心思,耳之所闻而目切,念头辗转不断,一片淫情,不觉已固结于神之中也 一经熟睡,原神由于梦幻之香,或有见,或有闻,或有交,邪念一动,心火下流,兼以香火注之,直冲精窍,窍开而经自泄也 此病而云血须神无主者,是一瀉在五更后,正阳长阴消之时,故知其血须也,法夷补阴以配阳,方用餐枣汤,解剑上 问曰,平人精神不衰,饮食健忘,长口渴而欲饮冷,小便异常觉不快,夜夜宜尿者,何故? 答曰,此原因不足,而下胶有福热也,是多以一尿鼠下缘无火,其时不尽然 有真下缘无火者,乃阳虚不能统树关窍,其人必精神困倦,饮食减少,有阳虚之时聚可评,法夷收纳原阳,补火为药 此则精神不衰,饮食如常,定是膀胱素有福热,亦有心移热于小肠,肝移热于抛而移者,是热洞于中,关门不禁也 急在心,肝两不迈膝上求知变了 若果心移热而作者,导斥散可用,肝移热于抛而作者,小柴虎被黄琴亦可依 再审其上半夜与下半夜,以探阴阳消长机关,而按法治之,必不施也 此证直觉为膀胱服热,是因其人精神饮食有余,可常饮冷,便常不快,是已知之也 法夷滋慎,谢火为主,方用六味地黄汤,加之,摆,解剑上 问曰,两足冷如冰,不能不履,福贵,富,除尸要不孝,而更慎者,何故? 答曰,此非阳衰失亲于下,食血须沸躁,不能行今夜于至下也 夫人身上下,全赖二气不护,真阳不足,亦有冷者,福贵,富已助之即欲 皮须不能转运水尸而作者,福贵皮除尸要必孝 此则不然,之非阳须失胜,乃由血须沸躁也 沸乃百脉之宗,出至结者也 沸气行,则今夜流通贯注,百脉增容,沸气躁,则今夜步行,百脉施养 今两足冷如冰,乃水衰火急之相,人身水居其一,火居其二,火甚则金枯而骨髓施养 其时由肺之灶而今夜步冲,今夜步冲,斜火立起 火未甚时,油绝内热,火即即时,却又作冷 古人云,阳即生阴,阴即生阳病机之颠倒如是,浅见者何能依依周知 此病法以苦干化阴润灶为主,方用勺药干草汤,或六味的黄汤,加二冬,白蜜,或黄莲蛾椒汤聚可,解剑上 问曰,四肢肌肉皮肤干粗瘦削,奄奄欲绝,长丝冷饮,人具已为干病也,不知是否 答曰,此胃有福热,而食尽皮阴之血液也 肤周身肌肉,统于皮胃,脾气冲则肉盈,皮阴足则肉活,周身肌肉红活冲盈,乃后天健忘之争 皮与胃为表里,彼此皆不可偏,偏则并作 今病人四肢干枯银冷,干枯乃火之相,亦不足之相,银冷是病之情,亦因枯起就之情 以此推求,知其未有福热未解,时尽皮阴所致 此等病症,小而居多,有饮食损伤脾胃,久久元气日落,或时生冷鲜物 停滞于内,邪热丛生,服药未荡,渐渐而成者,时居其八 妇女忧郁,损伤肝皮,渐渐而成者亦多 事依一剑枯鎬,便以肝症目之,而立五肝之名,总非至当 此正法以肝润养阴为主,方用肝草黑姜汤,加五味,解剑上 如阴内有激热者,沈轻重致之 问曰,病痴白利日数十次,腹痛狙击者,何故 答曰,此原因不足以致肺躁,腹感克躁而遗躁于大肠也 诸书据称痴白为失热病,以白属失,以痴属热,照方失智,应孝者少 鱼系为此理,人身遗坎,离力疾,运用机关全在心,肺,心属活,化血而居肺下,肺属筋,化气而居心上 肺胃最尊,气肌运转,外冲皮肤肌肉,内冲筋骨脏腑,有天包忽地之意 肺气一行,心血随之,下而复上,上而复下,循环不已,二气调和,百结无伤,肺气,血气偶乖,朱正风起,启独立即为然 茶粒即多生于秋,乃造金主气之时,复感外来之造邪,刻于肺金,闭塞清道,转疏失职,今夜步行于大肠,大肠一生燥热,故约肺移造于大肠也 肺气庸则大肠之气庸,而血亦与之巨庸,故立正坐 白者重在气之志,赤者重在血之色,齿,白相间,心,肺巨兽造也 智力者当在心,肺二处求之,切勿获于下肠于蜀,秋必成立 推是说也,以为夏日炎天,蜀失大行,焦秋之计,蜀失未尽,焦顾大肠,欲出不出而成立 鱼为人之肠胃遭破,有依,二日换疑刺者,有三,五日换疑刺者,起尽失热之交 故大肠也,以白为师,失肾一谢,以赤为热,热肾一臂 今则不谢不必,而欲出不出,其为废弃之志,心血之色也名甚,何得即以师,热蕴酿加之 此说亦尽礼,但诗,热合并亦多,何不成立 独于秋月乃历,明明造邪克于肺 药之白者,气也,火也,亦大肠之精也,赤者,血也,水也,亦大肠之液也 赤色虽似火相,其时周身血液,距从火化得来,故曰血为阴,又曰血虽阴泪,运从阳,只废弃行而血随之也 亦为智力当着重肺躁为主,虽赤,百有浅身之分,其原总归于躁之一字,但至其躁,则二脏之气即疏,不智力而立自止,不智赤白而赤白自消,或要知法也 疏持原以立为四纲,其说亦可从,但未将受病根处明明指出,盖为白鼠尸成,赤鼠血阴,分分据送,欲出欲齐,总非确论,唯有吊气,行血易语,略可遵从 法一清造,就肺为主,方用性,东二皮白蜜柑橘汤煮汁,至于四粒非粒,亦不可不变 粒之为病,腹痛狙疾,逼胀异常,欲出不出,出亦无多,日数十次 四粒非粒者,腹虽痛而不慎,便虽逼胀而所出上多,日三,五次,肾七,八次,疑痛即泻,四十皆有,多得于大病九病之后 乃由中气大衰,大肠失质,肠,胃稍有存积,气须不能载之,故四粒而食非粒也 法一大见中土,中土气足,自能载之,而不失节也 方用父子里中汤,家无诸于,安贵最妙 智力诸书,接云吊气,行血,于一粒一方,亦可着用,明大黄木香汤 杏冬二皮柑橘白蜜汤 杏仁五钱天东四钱麦东四钱地骨皮三钱桑皮五钱结梗四钱干草三钱白蜂蜜半杯 大黄木香汤 大黄六钱木香六钱当归五钱苏叶三钱干草三钱白蜜半杯 用药易解 按杏冬二皮汤一方,乃清造,润肺之方也 阴造邪克肺,肺气雍色,今夜步行于大肠,以致气肌制色 顾取杏仁之苦以降之力之,右左二冬,二皮,肝,橘,白蜜以开之,润之 笔造邪去而废气氢,肃令形而气激畅,和力之有哉 按大黄木香汤一方,乃吊气,行血之方也 大黄铜当归,肝草,能泻血分之灶热而化阴 木香,苏叶,白蜜,能吊气分之至而化阳,气,血两化,阴,阳不偏 自然立即不作矣 问曰,病人每日早饭后心烦,两手,足心痛痒异常,至五出疾欲者,何故 答曰,此原因不足,心阳气有余也 夫人身上下四旁,莫非二气冲涩 部分人身上下四旁,综ひ女年恁 有ceu美娱者,伟隆 Woods radian 白蜜,白蜜,你还可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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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 имеет2つox症